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我们还是来尝一尝吧 哇 里面还有玩具呢 这个玩具看样子是需要来组装一下的 哇 这难道是一个奥特曼吗 迪迦奥特曼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难道他碰到怪兽呢 再来尝一尝这个香辣味的饼干 哇 果然是小鱼的形状 那我们拿一个饼干给他的伙伴来尝一尝吧 面包超人 嗯 这个饼干也不辣呀 哎 多多 嗯 很好吃 这个饼干很香 但是不是特别甜 不用担心长胖的 我们再来看看面包超人 带来的这个零食 这个呢也是鱼形饼干 但是这个呢是番茄酱的 蘸上番茄酱肯定会特别的好吃 这里有玩具 我们把这个番茄打开 看看沾上这个酱好不好吃呢 哇 这次多多先来尝尝吧 酸酸甜甜的 味道真不错 面包超人 嗯 好吃 好吃 熊大爷来尝尝 蘸上这个番茄酱的饼干 嘿嘿 还是不辣的吃着舒服 好 咱们再来 拌装一下玩具吧 我们来看看这次是哪个奥特曼呢 没有了衣服来区别 我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奥特曼这个形态是有些不舒服吗 每个里面的奥特曼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非常的帅气 咱们再来看看躲躲的这个 躲躲分享的零食呢 是樱桃小丸子的鱼眼杯 是巧克力味的呢 宝贝很漂亮 来 打开看看 我们来打开它 哇 哦 就是这样的饼干 应该是酱村的吧 好像每一个饼干上 都有一个这样的孔 所以它叫做鱼眼饼干吗 这里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玩具呢 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什么 是需要我们来组装的 这个呢 是需要我们来组装一下的立体情景图 小丸子 哎 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 我也带来零食呢 佩奇 你可是来碗咯 嘿嘿 好 那我们就来打开佩奇 拿来的这个 也是一个樱桃小丸子的 但是这个形状呢 也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的饼干呢 是草莓味的 那我们来打开看看咯 我们呢 来给它们看看这款玩具 也是一个立体的情景拼图 这是樱桃小丸子 在用早餐 哇 这四个小伙伴虽然美人 只拿来了一个零食 但是他们却吃到了四种口味的零食 还有玩具 哈哈 这就是分享的乐趣 哇 好 小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呢就玩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们哦 咱们下期见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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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